一看祖贤想趁机落魄 便一刑警立刻从上前围捕 只见嫌犯一度想开车冲撞 近20名警力将人团团包围 当场逮捕 被押制在地再也不敢情举妄动 孙姓祖贤和儿子侄子一起狼狈落网 因为他和哥哥都利用儿子 吸收少年犯组成黑帮家族 尊姓男子是幕后的策划犯罪者的常境人 以金钱诱惑少年替其执行恐吓拖漆 以及开枪示威等等恶行 8号深夜新北市中永和连续发生两起枪击 孙姓祖贤教唆小弟先到查行寻仇连开三枪 再到有债务纠纷的当铺朝门再开三枪 短短15分钟内嚣张开了六枪 原来祖贤先前和当铺借款70万无力偿还 车辆遭当铺拖走 欠债比债主还凶恐吓拖漆跌不调 当铺不甘其扰将车归还 没想到祖贤不善罢甘休到店开枪示威 借此想一笔勾销债务 根据了解40岁的孙姓祖贤 曾经代表同促党残选里长 安的确组织犯罪甚至开枪寻仇 这位兄弟党和儿子统统被带再也无法嚣张 借一位林赵妹子采访的